高雄成熊棒球場又出包了 網友在PTP發文 PO出一張照片 球場一壘的壘包旁 竟然挖出了一根長達2 30公分的鐵條 直呼到底是怎樣才會讓球場被插鐵條 而消息一出留言也炸鍋 不少網友質疑 就算是工作人員尋場 忘了拿走也非常扯 但擔心比賽過程中 有人踢到或滑壘都會出事 誇張事件發生在24號 當天是統一師隊戰台岡熊雲隊 一局上的時候 由統一師一壘手黃永傳打出安打後 才發現一壘壘包旁竟然有一個鐵條 而讓比賽一度中斷 因為要是沒被發現 比賽過程中有人受傷了 事件非同小可 那個位置可能就是在跑壘園的跑道上面 如果夾殺的過程 就有可能在那邊跌倒 或是腳會扭傷 只是為何發生如此離譜事件 上個月剛好市運發局 才大動作發文和中華職棒聯盟秘書長 視察澄清湖棒球場 勘察了比賽區域跟紅土草皮的養護 當時也獲得中職評估符合規定 沒想到才一個月就出事了 目前也正跟廠商 還有相關的專業單位 一起來做盤查 務必能夠讓這個球場的比賽都能夠安全 將與城嵐的養護廠商進行全面盤查 只是實際聯繫廠商 對於為何球場會出現鐵條 據說今年3月底才承接 推給之前城嵐廠商態度消極 而中職聯盟則表示 賽前實施拖地整理時 並沒有發現異物 直到球員發現後 經過刨除紅土發現是鋼筋尾 在用力拔除後才恢復比賽 賽後場務與球團也已經請廠方 再次全面檢查確保場地安全 TVBS新聞 愛豆嫻 吳修龍 劉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